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尘卸妆其实它放到眼睛上是会痛的 对于我来说可能最近就是皮肤比较敏感 我觉得这个生生非常温和的品牌对敏感皮肤是很友好 所以就打算不再用下去了 就不纠结了 那卸妆能力你怎么样 卸妆能力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就非常一般就在眼上要擦好几下才能把妆给擦掉 还是就是只擦眼线的情况下 我们还不说那些防水睫毛膏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很推荐 我也用完了一个卸妆的产品 是倩碧的这个紫胖紫卸妆膏 这个也是听非常多的人推荐了之后 然后买的 结果让我很失望 对其实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我 它的膏体是那种比较蜡状 就是比较固态的 然后感觉就是把它融化需要很费劲 而且就是它会非常的糊眼睛 就是虽然我有时候都会尽量的避开眼部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东西进去 然后眼睛就会很雾的那样子十几分钟 就让我觉得有点不安全 而且我给了它很多次机会 我发现 你都用完了 对我都用完了 我才发现就是 真的它会让我堵毛孔 就是我会闷出一点一点的那个小闭口 而且我是有二次清洁的 还是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用得好好的 就我有问题 可能是你复制跟它八字不合吧 洗面奶呢 大雪登登登 用完了这一大罐的斯塔福 温和洁面乳 它就是不会起泡沫 然后洗完之后 清洁力还是够的 所以它就是很适合二次清洁 油皮的话 做早上的洁面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也就是谁都能用 就又便宜大碗 所以就是会常备的 不过现在大雪在试 CeraV的那一个 对我就想问 这两个怎么样 目前我觉得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对 就是说不出差别 包装都好像 包装也是非常像 是的 我用完了一个 酵素结盐粉 这是TATA的 这个Rice Enzyme Powder 对 这个我之前其实是用过斯芙兰的一个小样之后 觉得使用感还不错 我才去买的正装 然后用这个正装的时候 首先 对 它其实是 现在已经没了 就是对 就是一个打开 这样你可以倒出来 但是 首先你倒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屏住呼吸 不然它那个粉末很细嘛 那你就会不小心吸一点进去 然后我觉得 它 假如是 不经常用的话呢 效果又太温和了 对于我这种 角质层比较容易增厚的皮肤来讲 但是天天用的话 因为它有那个物理去角质 我觉得 又有点损 损伤这个角质层 用完之后会有点 皮肤有点干 有点红 所以我觉得这个用完了之后 我就不会回购了 我可能以后还是会用酸类的产品吧 然后说到酸类产品 我用完了一个 Kate Somerville的 Liquid Exfolicate 这就是 他们家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产品 就叫做Exfolicate 是一个 也是有物理和化学去角质的 一个绿色的一个磨砂膏一样的东西 那个其实我说实话 我用完了也觉得一般般 然后这个是用斯福兰的100G分换的 当时看到评价非常的好 HA嘛 一般来说酸类产品对我的皮肤都很有效 所以就想试一下 用完了这个之后是完全没有感觉 对 就是它 首先使用感也不是很好 就有点油 其次是我用完了整一瓶 没有感觉到任何我皮肤光滑 然后 去角质的作用 所以我就在想 是我拿到了一瓶不好的吗 还是说这个 它可能对我的皮肤来说太弱了 我感觉不到作用 可能它的那个酸的种类对你来说没有太大错 对也有可能 对 嗯 大学用完了一瓶这种泡沫 呃面膜 是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在淘宝买的 然后用了两三年终于用完了 我觉得这个是好用的 就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回购它 呃就是这一瓶面膜就顶所有的各种不同功效的面膜 就它又会又会有清洁又会有补水 我觉得面膜这两个就已经差不多了 对 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 看那个淘宝店家 它是说可以每天用 嗯 然后你的头皮也可以用 对 反正其实其他的特别神奇的功效 我没有看见 什么美白呀 或者是趋斗印呢 什么的完全没看见 但是它就是补水效果 还有清洁效果非常好 清洁效果比较温和 补水效果也是你肉眼可见 就皮肤用完就亮了 而且它用起来感受很好 嗯 然后所以这个真的有机会 我好想再回购它 推荐一下 我用完了一个维C精华 这就是之前护肤步骤里头也出现过的 Drunk Elephant Sea Ferma 嗯 维C精华就是对我非常的肤色提亮 有非常显著的改善 之前也换过那个叫做Glow Maker May Love的Glow Maker 那个的话我觉得效果没有这个好 对 然后但是这个说实话就是 它氧化的速度感觉有点快 虽然它说是这个包装非常的好 什么真空的 然后感觉它的颜色加深 就是三个月之后就加深了不少 我这次呢就新购入了 SkinCeuticals的那个CEF 传说中维C的 领底大力 对老大哥 维C之王 对对对 看一看究竟跟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吧 到时候再跟大家汇报一下 那目前呢 目前我觉得它的使用感非常好 对 它就没有这个那么油 它的味道虽然是有点那个烤肉味 但是很快就吸收了皮肤 而且就用5D就可以了 对对 对 挺省的 对挺省的 然后暂时还用了不到一个月 我还想就再用久一点 再跟大家汇报这个效果怎么样 是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 因为你用的是CEF吗 对对对 然后我用的一支是PCF 就好像是对牛皮和混合皮 稍微友好一点 那我们到时候跟大家说 是的 然后大雪用完了一支蓝芝的 这个叫做Cream Skin Refiner Mist 它其实就是大家可能见到更多的是 倒出来的水的版本 这个是做成喷雾的版本 对 这个就是很神奇的说 这其实是一个液态妆的乳液的 乳白色的 然后其实喷出来 这个喷头还挺细的 在皮肤上适用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它还是确实蛮保湿的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我的皮肤来说 它可能有点吸收不进去 就会 就有时候你的护肤品 就是可能给你的感觉是比较油的 然后那个油是浮在表面上 吸收不进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用了三分之一之后 剩下的我都用来喷身体 身体正好 身体真的是 对啊 正正好好 特别好用 因为它又是喷的嘛 那这样 你又感觉你喷的那个范围是大一点的 像背部这些无法触及的地方 你也喷到了这样 但是对于面部来说 我觉得 比较鸡肋 如果是皮肤特别好的妹子呢 如果你只是想保湿的话 那么这一瓶我觉得是完全够的 我用完了两个面霜 第一个呢是这个 Origins的Gene Zane Moisturizer 它是一个胶状的面霜 就是我感觉你每次 空瓶都有一个类似的产品 对对对 喜欢的质地是这样的 而且我发现这种胶状的质地 因为它比较稀嘛 就真的用得非常快 可能一个月多一点点就用完了 这个30毫升的 它就是有一个比较清新的橙子味 因为橙子其实它其实是用那种精油来调香的嘛 所以如果你对这种精油不过敏的话呢 这个味道还挺舒服的 但是假如你的脸是比较容易过敏的话 我劝大家还是不要用这种有精油的面霜 因为它可能会让你的皮肤不舒服 对然后这个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功效的 一个保湿的面霜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年轻的妹子 如果你是皮肤比较干 或者是已经皮肤有一些 需要一些功效比较强的话 那这个就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然后现在天气比较冷 比较干之后 这个也有点不够了 这个可能还是夏天比较适合的 然后另外的一个面霜呢 是亚诗兰黛的这个红石榴的晚霜 它说是晚霜或者是过夜面膜 因为它的质地呢 是确实是那种比较粘稠的面膜质地 而且它只能过夜用 因为我有一次就想着说我要化妆 那化妆之前可以先敷个面膜保湿一下 然后把它洗掉再化妆嘛 但是它这个里面应该是因为它含有油分 所以你如果只是敷个15-20分钟 想把它洗掉的话 你会发现洗不掉 就有一层油膜在脸上 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油膜 它可以让你过夜的话 就是把那个水分吸在你的脸上 所以你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会觉得脸非常的保湿 非常的焦嫩 所以这个的话还蛮喜欢的 但是亚诗兰黛的产品 它还是有一点香味 大雪的面霜呢 用完了一个这个CeraV的PM 这个也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药妆啊 或者是敏感肌 然后喜欢比较简单成分的妹子里面 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熟悉了 很多人都推荐它 确实很好用 然后它也是非常之轻薄的 但是同时又感觉它的保湿是到位的 它有神经鲜胺 玻尿酸啊 还有这个烟鲜胺在里面 所以它的成分就是看起来又是有效 那其实这些成分应该只有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找一个纯粹保湿的 比如说你的精华 或者是你前面有一些treatment之类的 是比较猛的话 那最后想要稍微保湿一下的话 用这个就非常的安全 但是之前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皮肤特别敏感的时候 涂它还是会痛 对 所以涂什么不会痛呢 就是用那个Crave Beauty的 The Great Barrier Relief 它是不会痛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还是因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有效成分在 所以还是会让你的皮肤稍微有点敏感 那个里面好像就很多的油啊 对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有效成分 对 所以如果真的特别敏感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脸上的护肤品 我还用完了一个小小瓶的油 这是胶院士的兰花面油 这个产品也挺有名的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对 它首先就是 它是在油质里面算是比较轻薄的那一种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油腻 而且这个兰花面油用途很多 就是我试过就是混到面霜里头用 就是相当于更加保湿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那个粉底太干了 你可以滴那么一滴 在你的粉底液里面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有光泽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的那个霉膏之前快干了 我也是滴了一滴下去 就是又可以用了 感觉它跟这种各种产品混在一起都不会有 非常奇怪的反应 而且还有就是大家如果用一些酸类的东西 去完角质之后 这个时候皮肤可能是稍微比较脆弱的 然后因为你的那个角质层也变薄了嘛 其实后续的东西吸收是特别好的 那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后续的再加一个油 然后第二天皮肤状态就会感觉特别好 大学用完了两支防晒 这两支防晒面部防晒都非常的不推荐 一支是这个Ultra Sun的SPF50 这个是防色素沉淀版的高倍数的防晒 这个是Neostrada这个牌子的一个也是50倍的防晒 这两个都非常的不好用 这个是之前那个早沉肩护肤步骤里面出现过的 大家也看到非常的泛白 而且非常的搓泥 而且是那种就你早上涂了你下午想要上妆你还是会搓你的那种东西 因为我是之前听说这个Ultra Sun家的这个防晒都特别好用嘛 对 然后后来有妹子跟我说说我买错了 就是她家的30倍的防晒是好用的 所以就其实我还买了另外一支50倍的防晒 现在还等在那里给我用 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吗 它是没有那个色素沉淀 那个是anti aging 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等我用完这一支之后我还是会想要试一下它30倍的防晒 但是50倍真的是不推荐 这个Neal Strata的也是之前看推荐买的 它是那种遥遥乐的质地 它里面是有润色功能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 其实我觉得它的遮瑕度也还行 说实话 所以其实你并不一定要用粉底在这个后面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我用的时候会痛 可能有酒精还是 对它里面是有酒应该是有酒精之类的东西 而且它也是一个问题是它之后上妆是完全搓泥搓得很厉害 而且它吸收的特别慢 所以有时候你涂上去了之后 手不小心摸摸摸摸了一下 你就发现这有一道印子是你把防晒给推开了这样 所以这两个都是非常的不推荐 采雷的两个防晒 那你那个有润色的那个它有色号选择吗 还是就是只有一个 就只有一个 那面部的东西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现在来说说身体方面的产品吧 身体 我用完了一个欧书丹的樱花味的手霜 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那个乳木果的手霜 就是比较厚嘛 然后那个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滋润 可能比较适合你晚上过夜的时候用 这个的话呢就是日间的时候 你可能还需要工作 手还要碰到各种东西油腻腻就很难受嘛 你就可以用这个樱花味的 味道也挺清新的 大学用完的是这个大葡萄家的护手霜 最后一个大葡萄家的产品 怎么样它的味道是那个烂葡萄味吗 它的味道倒跟葡萄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它其实很清爽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大葡萄家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个产品 它很清爽 但是它的保湿能力就非常好 所以也是像妹妹说的早上 如果还要做其他事情的话 这一支就非常的好 我还用完了一个磨砂膏 这是这个Saint Eves的Apricot Scrub 这个看到很多人推荐说是评价好用的磨砂膏 但是我用下来觉得它非常的不好用 它是把杏子的那个盒嘛 捣碎了成为一些颗粒 但是因为它这个杏子的盒 你把它捣碎了它以后它不是产生非常均匀的一些磨砂颗粒 它其实是比较粗糙的一个磨砂颗粒 然后它又不是圆的 所以我搓在身体上 我觉得非常的痛 而且用完了之后 我又觉得它就单纯的是物理的磨砂 对我这个肌皮肤 其实没有起到非常好的一个去角质的效果 如果是跟我一样是肌皮肤的朋友 我比较推荐那个Derma Doctor的那个 什么KP Scrub 我到时候放一个图片在这里 那个的话它里面是既有物理的磨砂颗粒 我不确定是用糖还是用什么做的 然后它里面还添加了酸类 那个的话就是用完了之后 确实是非常的光滑 能显著地改善我的皮肤状况 这个的话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香味非常的人工 非常的假 而且这个包装也不太好 就是你放在那里的话 它这里下面会积水 就让我觉得很不卫生 所以这个产品我真的是 这边好多妹子 就是年轻的妹子用它来磨脸 为什么我身体都痛 为什么大家可以磨脸 我这个 不推荐 大雪也是用完了一个身体磨砂 是这个 Herbivore Cocorose 它是一个粉红色的这么一个磨砂膏 它就是会溶于水的糖 然后糖里面它又加了很多 比如说Coconut Oil 然后有很多的油在里面 在身上磨的时候 你会一开始有一点点物理磨砂的感觉 但是因为它外面裹了很多的油 所以你会觉得很温和 然后你再慢慢慢慢地磨磨磨磨 它就消失了 消失在你皮肤上 我觉得使用感还是蛮好的 但是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Coconut Oil的味道 我觉得有时候还行 然后有时候又觉得它太腻了 然后它的玫瑰味还挺天然的 所以又甜又有玫瑰味 就很少女的感觉 而且它还是粉红色的 对 颜值非常高 对 可是它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有那个Coconut Oil嘛 所以到后面你洗完之后 然后你的浴缸就会有一圈的油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你就可能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击灰或者什么样 你要经常洗浴缸 所以这个所以就后面 后面我就而且觉得我 它对我来说好像并没有 有特别大的作用 皮肤也没有说特别的光滑呀 或者是因为我也没有积皮肤的问题 然后说身上的暗沉 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再回购它的意愿 大雪儿用完了一个卡湿的紫色的洗发露 这之前刚染完 刚漂完头发 然后顺便染了之后 想说就是保持一下它的颜色嘛 就染的头发不是很容易就变黄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那个Tony老师就很推荐紫色的洗发露 他其实推荐的不是这一款 他推荐了一个叫 Fenola 那个其实还是在美发界 非常之火的一个洗发露 因为它又便宜又大瓶 又好像护色能力还蛮好的 但是当时就是因为Sephora八折 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个贵的试试 我觉得真的没有任何的感觉说实话 也可能是因为后续我没有就继续染头发 就看不出来它护色的功能到底是多强 可能就是洗发露来说它味道也没有很好 然后使用感也没什么特别 所以三十多块钱买一瓶这个 还真的不如去买那个 十几块钱的Fenola那么大一瓶 我非常激动的是最近 空了两个化妆品 其中第一个是这个蓝蔻的一个小腮红 这是一个2.5克的腮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完全就是用完了 这个颜色叫做Cedar Rose 是一个非常日常的裸粉色 平时上班的时候用真的是非常的提气色 然后又不不妖艳 感觉就给你的皮肤带一个好气色 而且我觉得就是蓝蔻的这个腮红真的很好用 为什么没有看到大家推荐 它的粉质是非常的滑 然后上色度也很好 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 要涂很久才能上色的腮红 感觉太费劲了 这个的话就是磨两下就已经很有颜色了 而且它不会结块 就是说不会说你一开始上笔的那个地方 它就停留在那 它可以扫得非常的均匀 把这个范围扩大 然后颜色也很持久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块小的 我现在就打算努力的把那一块也贴掉 另外这个呢是Hula Bronzer 这也是一个迷你装的 是四克的 这个我也是用了整整一年 才把它刷空瓶 它的上色度非常的高 而且我用的这个是就是正常的颜色 因为它不是还有一个Hula Light 是适合就是肤色稍微白一点的妹子 我觉得这个的话 假如你用这个刷子上的比较大范围的话 它还是比较好看的 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阴影粉 它就是一个古铜粉 它的颜色还是比较偏暖色的 就是你假如想要通过它来就是contour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还是容易看起来有一点不自然 因为它还是比较偏沉一点 对假如 但是假如你是那个夏天的时候 你要大面积的扫 让整个肤色看起来tan一点的话 这个还是可以的 大雪用完了一个Urban Decay的 All Nighters的这个定妆喷雾 这个好用 夏天的时候定妆其实还是挺有效果的 对 真的很强 对 特别像大雪没有那种散粉的人 然后夏天的时候用它 确实感觉就是眼妆还是会晕 但是其他部分的那些出油 好像确实要改善很多 对 对 然后小小枝其实也挺快用完的 我们两个都各自用完了一个蜡烛 我用完的呢是这个Ness的蜡烛 它的味道是grapefruit口味 就是西游口味 我之前是在那个Nostrum的周年庆的时候打折 买了那种两罐装的 然后这个味道非常的清新 然后它的扩香能力挺强的 就是点上了之后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客厅感觉都可以闻得到 对 然后我们这个是刚刚搬进来的时候开始用的 三四个月把它用完了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就是烧的也是比较均匀的 但是下面还是有一部分的蜡没有烧到 对 这个还挺喜欢的 大雪的这个蜡烛是一个大的一个玫瑰的 PF Candle Coal 其实说实话有点失望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 而且它烧的非常的不均匀 在那个那个里面的内壁上还残留着很多 但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是好闻的 对 所以就是然后瓶子也好看吧 可是我觉得我就不会再回购它了 对 大猪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细心研究一点 以上就是11月份的空瓶季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或者喜欢我们两个的话 就欢迎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订阅我们的频道 ActNormal 尤其是我们有一个空瓶季的播放列表哦 YouTube的朋友欢迎打开小铃铛收到提醒 B站的朋友可以把我们设置为特别关注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